今天给三个妆画图 这颗金档子一看就是高价买的 但是齐齐整整构图很难 事实证明有钱买好妆未必能做好 有钱这些都不是问题请人就行 设计请会画的造型请会做的 俗话说的好朋友多了路好走 经济这条路走好了朋友会很多的 这颗金档子只画出主体和前景就有模有样了 静止画面再片尾 点个赞再来看这颗榆树 这颗榆树的主人两年前请我画了一张 现在图找不到了 这次重新再来一次 我已经记不住之前画成什么样 机型发挥吧 这个档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个V字形 构图左固右盘分不清方向 给中间加个小数看起来会更和谐 盆景很简单 只要构图合理慢慢修剪都会好看 你看完视频就能学会 还有一颗榆树老桩造型奇特 基础不错就是出枝不合理 三个出枝都是垂直向上比较雷同 去掉一个截断中间的出枝改变方向 做成反飘 构图还行 因为给的钱多画的也更细一些 三张画完你更喜欢哪一张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